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弟弟 我们今天来看小清新治愈电影《怦然心动》 朱莉和布莱斯相识于一场搬家 年龄上幼的朱莉对布莱斯一见钟情 可布莱斯一直嫌弃朱莉 使出了浑身解数去躲避这个烦人的小女孩 为了甩开朱莉,布莱斯还故意和笑花在一起 但她的计划很快就败露 除此之外,朱莉和布莱斯的家庭观念也完全不同 朱莉的爸爸是个风景画家 一直鼓励着女儿去发现自己的世界 而布莱斯一直却看不起这个邋遢的邻居 布莱斯的爸爸还是个高傲且以自我为中心的男人 一直到七年级以后,布莱斯的外公搬来到他家 外公对朱莉这个女孩感到很好奇 因为他为了一棵无花果树登上了报纸 原来朱莉很爱无花果树 他觉得在树上能让他看到更多的世界 为了防止工人砍掉无花果树 朱莉一直待在树上不下来 他哭着向经过的布莱斯求助 布莱斯只是看了他一眼就离开了 布莱斯甚至不认为他和朱莉是朋友 他也无法理解朱莉的所作所为 后来无花果树被砍了 无花果树的消失让朱莉消沉了好几抽 幸好朱莉有一个理解他的爸爸 爸爸为他画了一棵无花果树 度过低谷期后 朱莉又开始示好布莱斯 他将家里多余的鸡蛋送给布莱斯家 却不知道布莱斯讨厌鸡蛋 为了拒绝吃鸡蛋 布莱斯还撒谎说他家院子里脏 害怕吃了鸡蛋得病 爸爸让布莱斯把鸡蛋还给朱莉 布莱斯没办法 只好将鸡蛋悄悄地扔掉 这种罪恶行径最终被朱莉发现 布莱斯将垃圾拿去回收时 正好被朱莉发现 这一下彻底把朱莉刺激到了 朱莉的爸妈还因此大吵一下 他们认清这座房子 不只是他们居住的地方 而是代表着他们的家 朱莉开始着力于清理自家的院子 还一改自己对布莱斯的态度 让布莱斯意外的是 外公居然跑去帮忙朱莉 还和他有说有笑关系很好的样子 布莱斯对于朱莉不理他这件事有些不爽 但他却暗自觉得一切不过是回归正常 一晚布莱斯爸爸责问外公 为什么没空陪自己外孙 却有空去帮别人清理院子 外公给的理由是 朱莉让他想起了外婆 从外公口里一家人还得知了 朱莉家不清理院子的原因 是他家有一个吃傻舅舅 需要大量的疗养费 外公对布莱斯说朱莉是个好女孩 那晚过后 布莱斯开始试着去了解朱莉 包括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棵无花果树 他开始不动声色地去接近朱莉 当朋友嘲笑朱莉的叔叔时 布莱斯义愤填膺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喜欢上了朱莉 但他并没有反驳 而是附和着朋友 这一切都被躲在书架后的朱莉看到 朱莉彻底决定不再喜欢布莱斯 转机来自一场家庭聚会 妈妈突然说要邀请朱莉一家来吃晚饭 还嘱咐一家人要穿上正装 布莱斯精心打扮了自己 却发现想象和现实有差距 朱莉一进屋就对他摆着臭脸 宴会上其他人都其乐融融 除了布莱斯那显得高傲 而又自大的爸爸以外 显然布莱斯一家更加了解和喜欢朱莉一家了 布莱斯却和坐在对面的朱莉相对无言 直到宴会离开结束时 朱莉才向布莱斯道歉 但这个宴会让布莱斯更加难受了 在学校一年一度的募捐活动中 布莱斯被选中做篮子男孩 他必须拿着竞拍物品上台 谁拍下他的东西 他就要和谁共进午餐 布莱斯满心以为朱莉会对自己的东西出洽 没想到最后朱莉拍下了别的男孩的东西 布莱斯满心不服气 当着全饭堂的面要强吻朱莉 意外的是朱莉竟然躲开了 他一度将布莱斯拒之门外 直到朱莉发现布莱斯在他家院子里挖洞 原来布莱斯又为他种下一棵无花果树 明白布莱斯对自己的真心以后 朱莉终于出门去见他 两颗年轻的心终于接近了对方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所有的爱只要坚持 到底都会得到回应 好了 喜欢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